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了一根香蕉 然后呢 这三天当中 也是一滴水没有喝 到七二小时以后 早上的时候才喝一点水 也没有感觉口特别的干 在我读经和祷告赞美的时候 我的口是不断的往上涌流 使我的口不是特别的 不那么干燥 真是奇妙神的托起 神的帮助和带领 让我在见识过程当中 不注意那么口渴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帖记 也更让神 也更加地开启我们 让我知道了 以色帖王后 她是有多么尊贵的品格 她是何等尊贵的位分 而未来国家和民主 为她的本主 有一个死就死的心子 通过她 三天进食 不吃不喝 是犹大全主 都一同与她献上的时候 她的家主就反败为胜 就被翻转了 她的整个家主 犹大主就被翻转了 但我们也像以色帖一样 有一个平马蒙灰 认罪悔改 为自己的家主 为了自己的家庭 家人 我们的国家 来这样痛彻心扉悔改 现在主的里面的时候 神也会向我们伸出心上 我们也会实行神的圈离 也会反败为圣 将我们生命当中的哈曼 将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 也全部都挂在木头上 而且要彻射底底 将她的家主 她的十个儿子 也全都挂在木头上 我们必然会反败为圣 靠着主的大能 我们的家人也必能 真正回转着主的一面 我们的家主 也都能被神所拯救 我们也会得到这样 以色帖反败为圣的恩告 谢谢主这奇妙的开启 让我通过听保灵牧师 讲解这个以色帖 让我们明白更多 我们明白神是如此的奇妙 也让我们每个人 儿女都能够明白 通过匹马蒙会 悔改祷告 这样的大能 是多么的大 是我们真正 能得到这样的恩告 是我们的家主 被神所拯救 是我们的家人 都被神所拯救 哈利路亚 也谢谢主 让我们能够听到 这么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走 这条捷径的道路 让我们每个儿女 都被释放出来 我们也会得到 这样的恩告 我们的家人 也一定回转 我们家庭也会翻转 经济也会翻转 我们每个儿女 都要活出神荣耀的样式 感谢神 感谢天父 与我们中海决同在 关于匹马门徽课程详情 请联系廖讲师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